今天就來到這個俄羅斯市場 其實我有問過的 俄羅斯市場就是賣俄羅斯東西 然後我朋友給了一個這樣的反應 其實這裡平日在早上的時間 這裡開了一些當中 就是賣一些日常用品 買衣服 三元五元美金的衣服 你就可以在這裡買到的 平日是日後的時間 但現在我們已經晚上下班了 他們就變成很多的路邊攤 很多你全部都可以選擇 你喜歡就等於夜市 每個攤檔可能是一兩元三元美金 你就可以買到一樣你喜歡吃的東西 譬如我朋友說牛肉串要吃 他說多少錢一串 零點五元美金就可以吃到 那麼高村我們現在就去吃飯田肚 順便探索一下 看看到底有沒有好吃 有什麼好吃的我們會介紹給大家看 好 出發 你之前有沒有吃過 我吃過 我們現在吃的應該是 不是應該是 是川蕭 還有 有餐 這邊是一個 前輩的一個炒粉 過來過來 我們點一個炒粉 更有肉 有個炒粉 炒肉 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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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利亞 我們在吃飯店 看到我們在點 要點一些蛋的東西 這是一個 越南的吃法 我們這邊叫 班超 但是在越南也有 現在也有 對 所以我們這邊點一個 汪月能為 你不能嗎 來 白醉 我現在就去了點了 食物 這裡其實都叫做 有證明一樣東西 這裡是非常之安全的 大家不需要擔心 譬如那些銀包、手機之類 是剛才給電線卡一卡不安全 其他東西都沒問題 好 好啦,我這些地道東西是這樣的 要給電線卡一卡才可以的 那你怎樣? 現在等著吃 耶,我們開動了,Cheese Cheese 好,首先我一來,朋友說你嘗嘗這杯飲料吧 是甚麼呢? 是新鮮的蝦汁 不過它跟香港不同,它會另外加了橙汁在裡面 很有趣 是 你喝得到嗎? 你講我才講 而且它沒那麼甜,我覺得它是清甜的 我現在就嘗嘗,剛才我們叫了東西吃 我們叫了很多東西吃 朋友幫我們叫了很多東西吃 是 我先試這個,這是越南 這是越南的嗎? 對 越南粉卷 其實他們很流行吃越南的 裡面的材料就是有蝦 蝦,蔬菜 其實我們昨天也吃過類似的 其實是像腸粉一樣 嗯 很厲害 而且記得要點,它有一個醬汁 有些花心在裡面 酸酸甜甜,很開胃的 然後這個像炸錦露雲燻 對 讓我嘗嘗,我有沒有吃 最喜歡吃這些 剛才在高酸拍攝的時候 就知道我們叫了幾間店 但是呢,我問奇怪 為什麼一直都不用付錢呢? 就是朋友就說 因為你生養 不是 但我說呢 吃完再付 我說吃完再付 那他們怎麼知道哪間是多少錢? 他們說他們知道了 就是這樣 還有,我最喜歡的 第一件事 你們可以用那個app 那個bandit 你不要以為呢 在路邊吃東西 給錢一定要用cash 他們很先進的 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用銀行戶口 嘟嘟 簡單來說,支付方式 非常發財 支付方式是非常發財的 這個 這個蒜燒的肉很好吃 這個大約呢 全部 因為我們 它是沒有問價錢 又怎樣怎樣的 因為來吃慣 避到東西 那大概呢 原來是10元美金而已 就是80元 三個人 就可以吃到這一頓飯的了 正啊 那整體來說 大家可以來到這個 類似香港的大牌 俄羅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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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敢走 哦 膽敢說是絕對安全的 我問是 是啊 但是這裡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外國人味 我沒有看到的 本地人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想探聽一下 你也可以來的 剛剛呢 我們在前面呢 就吃東西了 這裡呢 是人來人往 人山人海 嘩 這裡呢 好像很棒 很好吃 如果我們今天呢 時間再長一點呢 有機會回酒店呢 我一定會買來吃 哇 好美味啊 應該 一隻鴨 這個是鴨 這個是鴨 他說 一隻鴨 5元美金 哦 那 好划 雞腿呢 可能是6萬 6美金 2 5到6美金 哦 5到6美金 哦 但是他好像很惹味 他說要吃 他說國家好吃 那個魚是3美金 3四美金 蛤 這麼大條魚 3元4元美金 這麼大條魚 就是泰式那些烤魚啊 是 這麼大條魚 他說是3至4元美金 你不要大驚小怪了 來到東南亞 是這樣的錢的 不是啊 泰國應該不止 好我們等一下是去那個人家買菜的地方 好好好 買菜啊 現在要買一買 現在的中數呢 就 這裡有海邊檔 哇 理論上呢 就是跟我們香港人一樣啦 那收了工呢 都要吃飯的嘛 那來這裡買菜啦 我們今天不是來買菜的 不過就是 是 感受一下啦 不過 說真的 沒有 你問我 我也會有一點點膽怯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不是太清楚 這裡的人是怎樣啊 所以 去到這個時刻 拿著手機 我自己都會小心一點的 今天呢 我們玩到這裡了 就是感受一下 當地真是很傳統 在當地本地人買菜 原來他們這麼晚 都開得這麼熱 因為他們說 那我放工就是來買新鮮的菜 那我們平日香港呢 街市就收六七點 頂了六八點鐘 但是這裡好像剛剛開檔 那樣的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很熱鬧 好啦 哈囉 哈囉 我們去了哪裡 我們就是要去按摩 但是呢 我們要不就不按 一按就按一個很地道的按摩 剛才呢 現在是一個生命人士按摩中心 那呢 詳細地址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連個名字都是 猜猜猜猜 猜猜的 這裡其實呢 來獨立幾點碑 大概是五百米而已 因為這些按摩的東西 都是很主觀的 是的 但是因為呢 我們朋友本身 他說他本身有頸背痛 他說這裡呢 他按得很好 是的 還有我們都會覺得 我又不是特別要想 同情些什麼 不過呢 我覺得是可以支持一下的 人家手勢好的 是我們想的 是是是 你要手勢好的 還有就是 這裡呢 以我所知就是 如果本地人呢 就是五百美金一個高 但是我們外國人呢 就七百美金一個高 這個就是歧視了 就只是價錢方面而已 那我現在不說了 快點進去 按一下 可能我們要按完出來 先告訴大家 我們的感受 是OK 換了衣服了 是的 但是這裡呢 是比較強的 旁間 我想跟大家說呢 因為這裡是很開放 不是有獨立旁間的 是的 但是呢 你仍然可以選擇 有女生師傅 有男生師傅 我說有男的師傅 有女的 都有 對 你另外可以選擇 要重力一點 輕力一點 都可以選擇 是的 還有你可以說定 究竟是你大約想 最重點是哪個位置 還是全身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了 好 那我們做完 再告訴大家 好不好 對 因為我們沒有人 沒有人有空拍的了 我們自己也要享受 好了 整個傻婆 你的樣子也變成了 你樣子也變成了 我呢 我們又玩到別人關門 是 我給一點評分 OK 或者給一點意見 如果大家 不太接受到 它 因為它是街鋪 它開了門 可能會有點吵 這個是第一件事要注意 因為我躺在這裡這麼久 我也有留意到 我就會接受到 OK 沒冷氣的 沒有冷氣的 如果你覺得 想支持一下這裡的 失明人士 但是你又接受不到 洗手間 我覺得你先去 第二處的洗手間 嗯 這個我一定要先說 因為如果不是 大家來到 可能會覺得 那個村子是這樣的 這樣也介紹得出來 我覺得 首先 先說了 好了 另外 如果說 手勢了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我本身都痛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它是幫到我的 嗯 我覺得完全是 雖然我 是有一點要求 是說要打力一點 嗯 但是我覺得都完全是 幫助到我整個背痛 當然不是全部 嗯 那你呢 我就OK 只不過因為這裡沒有冷氣 但是它是很大的風扇 很大的風扇 我當然有一想欺負 但是欺負不了 因為太痛了 嗯 但是痛得來的那種是舒服的 所以如果是有通症人士 想做按摩 這裡都OK 我覺得 最後我們給錢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那就多 兩元一個人 兩元一個小時 總共是七元美金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按了兩個小時 這裡有給小費的習慣 是的 那當然是支持一下 那小費就有一元至美金 你自己決定 一兩元 是的 最好就給 不要不給 OK 那我們多謝這班朋友仔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